2022上半年,中国的影视产业虽然受到疫情影响,但还是有不少重邦剧官宣定决开拍。 在影视寒冬的大环境下,爱奇艺、腾讯等串流平台不再热衷于制作前几年大受欢迎的中小成本A级网剧,而S等级以上的大制作受影响小。 毕竟这种重邦剧只要有人气演员加盟,就是商机。 所以2022有不少备受期待的新CP组合,都是双人气主演。 以下酒队新定决剧CP,刘亦菲搭档陈哲远,白露搭张灵克,吴磊周宇彤上演姐弟恋。 新定决剧CP1,刘亦菲,陈哲远,常龄。 刘亦菲又要截股装了,2021年,刘亦菲时隔15年重返股装剧市场,和陈晓和做了孟华录。 而2022年,刘亦菲确认接下爱奇艺出品的股装武侠剧《常龄》。 预计在拍完去有风的地方,于7月进组。 这部爱奇艺评级S家重磅大剧是个姐弟恋故事,原定的男主角张灵克被拉去替补宁安如梦, 所以爱奇艺预计找来自家培养的新人陈哲远接棒。 陈哲远去年凭借着青春校园剧《安格里的秘密》人气窜生,使备受看好的新盛代。 古装颜值也是逆天,不晓得他和刘亦菲搭起来如何,满有姐弟恋feu的。 《常龄》根据永久同名小说改编,是个女A男欧的设定,讲述一代女战神月常龄在遭坚然陷害后跳入悬崖,从此生死未卜。 11年后,她逆境重生,不仅容颜未老,更变成一个娇俏美丽的角色少女。 为帮哥哥和死去的将士复仇,她以新的身份重征武林,寻找真相,并遇到了曾与她共夺天下的小男孩贺瑜,如今已经成长为搅动天下风云的东齐侯。 两人携手揭开层层真相,更手认了当初背叛常龄,坠奇,害其坠入悬崖的傅流景。 三人之间纠葛辗转,展开一段快意恩仇的江湖奇情。 新剧《定绝剧CPR》白露、张灵鹤、宁安如梦。 古装剧《宁安如梦》是改编自实境小说《坤宁》的超级大IP,原定主角演为白露和张彬彬。 殊不知上海疫情大爆发,张彬彬在上海拍摄的三分野兽影响,杀青时间大延期,赶不上宁安如梦的开机。 爱奇艺因此找来张灵鹤替补,张灵鹤虽是名气不高的新人,可是古装神演备受瞩目,去年接拍单改剧《天官赐福》获得关注, 是接下来许多人压大爆的潜力股,所以大家还是蛮看好白露和张灵鹤合作。 张灵鹤原本是要借刘亦菲、常灵的资源怎么这么好了? 宁安如梦为冷傲交业二小姐江雪宁和富黑全谋帝师谢威的组合。 故事讲述江雪宁掩藏聪敏、逃离入宫,想要改写命运,再一次次绝境中放下执念,收获真心相知之人的爱情故事。 这个故事男女主角人设都非常好,男强女强的事业线,女主是为了谋取权势不择手段的黑莲花,感觉白露很适合,我好喜欢这种双A双萨的主角人设。 新定角剧CP3《吴磊》、周宇童《爱情而已》,又是一对俊男美女组合,而且又是姐弟恋。 周宇童去年主演的《我在他乡情好的》大获好评,她的形象特别适合演都市淑女,演技细腻真挚,是实力备受肯定的90后小花。 而吴磊感觉越来越面了,逐渐摆脱过去稚嫩男孩的形象,浑身散发荷尔蒙。 两人现实生活相差5岁,在《爱情而已》上演姐弟恋,距离的设定是相差10岁,运动员弟弟VS经理人姐姐感觉很甜。 《爱情而已》将数人生进入瓶颈期的职场精英梁友安,和习惯了坐冷板凳的运动员宋三川。 因缘机会加入了一个草台网球俱乐部,他们一个是半路出家的俱乐部经理人,一个是羽毛球转网球的运动员。 两人和队友们克服困难,共同奋战,努力打造一个了不起的职业俱乐部。 在此过程中,梁友安和宋三川逐渐萌生爱意,也面临着来自观念和阅历的冲突。 俱乐部不断发展,他们在一次次应对挑战中,超越自我,加强信任,最终收获职场,成长和美好爱情。 新定爵剧CP4,徐璐,吴泽熙,少女江湖。 少女江湖是一部古装甜宠剧,由徐璐搭档吴希泽。 吴希泽以新版流星花园出道,这几年作品都不太出圈。 不过2022他参演高品价的校园奇幻剧《一闪一闪亮星星》获得不少关注。 而少女江湖是制作出一闪一闪亮星星,少主且慢行的公司出品的。 这家公司剧集质量都不错,而且非常用心在作剧。 虽然两位主演名气不高,但说不定《少女江湖》会成为黑马剧呢。 《少女江湖》讲述武林盟主之女顾冉冉,为了反抗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和强塞给自己的坠婚, 她毅然决然踏入江湖。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与需要求要续命的千鸡股大公子柳元修,以及武林年轻一代的少年少女们,乘风破浪,截破种种阴谋轨迹,改变江湖成长为新一代的武林盟主。 新定决剧CP5《古丽纳扎》、徐开成、浮生之星辰。 古丽纳扎和徐开成这对CP大家觉得如何呢? 古丽纳扎日前才刚从古装剧《雪英灵主杀情》, 而徐开成近两年资源飞升,已经逐渐从网剧圈男二角色跳脱出来,陆续合作赵洛丝、杨超越、杨敏等高人气女星,开始接一些制作规模更大的男一号。 不过古丽纳扎和徐开成的演技都不太稳定,不晓得搭起来如何。 《浮生之星辰》改编自近江北京小说《红尘滚滚滚滚》,是一部军旅题材爱情剧。 男主腹黑淡然,团长大人一枚,女主毒水炸锚,美艳淘宝女。 宋星辰看见苏清澈的第一眼,就感觉这个男人太危险,而宋星辰的第六感一向比他的大姨妈还要准。 所以,当宋星辰这个长袖善武的淘宝店长,对上腹黑记仇的苏清澈,除了咬牙切齿就是恨之入骨。 原著小说《欢快高堂》,男女主角的人设火花很强,新定决剧CP6,徐凯,王楚然,齐今昭。 徐凯真的是要长驱恒电了,他和景天合作的乐游园尚未杀青,下一部剧已经在路上,而且又是古装剧。 齐今昭其实就是《仙剑奇侠传6》,2022年将开启一波《仙剑宇宙》。 腾讯出品的新版《仙剑奇侠传》和爱奇出品的《仙剑奇侠传4》都如火如图拍摄中, 而已确认男主为徐凯的齐今昭,预计下半年开机。 目前,女主人选锁定王楚然,王楚然刚开拍和杨阳合作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, 大概率会无奉行接接轨进主。 不过另外还有于舒心刘浩存为备选,未官宣前都有变数, 王楚然时接下来会有档大爆的小花。 齐今昭讲述小镇青年岳今昭和一妹岳琪闯荡江湖多年, 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们与洛家少主洛昭炎不打不相识, 意外得知岳琪的生母竟是令人忌惮的昆蓬谷谷主, 中原百姓常年因昆蓬谷内散播出的神药, 启元珠而苦不堪言。 这让一心寻找生母团聚的岳琪, 被迫面临亲情与大意间的痛苦抉择。 在居石方、贤青、明秀等好友的帮助下, 他们深入险境,一步步揭开了启元珠背后深藏的秘密。 新定决剧CP7,王子齐、王玉文, 你给我的喜欢,青春甜宠剧, 你给我的喜欢,将由王子齐和王玉文二搭主演。 两人之前在指示结婚的关系CP火花颇强, 这部剧原本就想要开机,却延期到6月, 原定女主角行妃跑去接了女士的品格, 可能是不想一直拍甜宠剧吧。 你给我的喜欢改编自施定柔同名都市言情小说, 它就是遇见王立川的原著作者, 这个故事讲述两个素不相识的女生, 在一辆长途大巴上相遇。 敏慧对自己只字不提, 好奇的苏田却察觉到她的心事, 并为此献出了生命。 为了填补内心的亏欠, 敏慧决定替代苏田去见男主新奇, 不料却陷入到一段尴尬的情愿。 新定决剧CP8,郭麒麟, 金晨,平凡之路, 平凡之路由实习律师制作班底, 轻力打造, 找来凭着庆余年, 坠序等古装剧窜起的郭麒麟, 搭档姐姐金晨。 金晨近期在了不起的女孩, 北辙南远等情感剧塑造了都会女性的形象, 感觉还蛮适合这种职场剧的。 平凡之路讲述潘延市荣科律所的死习律师, 她和同期进入荣科实习的书衣男, 佐纳, 朱欣欣, 相继遇到了出入职场的困惑。 在实习过程中, 她们接触到各种类型的诉讼委托。 作为实习律师, 既不能独自承拦客户委托的诉讼, 也不能确定诉讼的方向和策略, 但她们每次都抱着对法律敬畏的初心, 兢兢业业的为每一次诉讼准备资料, 出谋划策的故事。 这种职场剧就要看编剧的功力了, 不然很容易会变成披着职场皮的无脑剧。 新定爵剧CP9, 刘涛, 王宇宁, 做自己的光。 刘宇宁自从长歌行后资源大爆发, 戏约不断, 而且步步都是墙班底的大制作。 她刚从古装剧天行剑杀情, 6月将禁组拍摄女性都会励志剧 做自己的光。 搭档前辈刘涛, 做自己的光讲述何欢遇到丈夫出逃, 留下巨债, 失业受挫, 母亲重病等一系列事件, 跌入人生谷底。 凭借智慧和诚意, 何欢克弗了母亲求一之男, 和债主苦苦相逼的绝境, 并从基层的热线接听员快速成长为节目主持人, 重回事业高峰。 在网络博主蒋骏豪的帮助下, 何欢创办自媒体获得成功, 事业上进入佳境, 但情感上何欢全面临心的困境, 前夫的自私冷酷成就了何欢的清醒独立。 他和蒋骏豪的感情, 也在经历了反感、猜忌、怀疑之后, 走向了理解、体谅、欣赏、敬佩, 并最终成为彼此的支撑与默契, 又是姐弟恋, 大家觉得刘涛和刘雨宁配吗? 在网络博主蒋骏豪的帮助下,